陛下恕罪 常乐轻信于人 差点害了魏妖 还请陛下责罚 好 你先退下吧 老师 李长武 我们好歹姐妹一场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害我 陛下 真是误会 陛下 常如不敢弃君呢 误会 你能这是傻子 任由你玩动在鼓掌室中吗 来人哪 把他拉出去 陛下饶命 他在李嘉一直对陛下忠信格格的份上 陛下放过常如 把他拉出去 把他拉出去 陛下 陛下 走 陛下饶命 陛下 你不能杀我 因为我已经回来了安王的骨肉 陛下 李姑娘确实是喜脉 尬一个冰 consolid 现在宝财 上先兹 CHAN increment 皇上 安另外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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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长如 念你怀有皇室的血脉 朕暂且饶你一命 可是朕 绝不会接受你这种 言行失德的儿媳 在你把孩子生出来之后 朕在决定怎么样处置你 谢陛下不杀者 来人哪 把他带下去 安置在宫内 小心伺候 谢陛下 李维阳 这次让你受委屈了 可是你放心 朕会好好地帮你出这口气 这次柔然有这么大的把柄 落在朕的手上 朕要掌握机会 好好地打一打他们的脸 不然的话 怎么能对得起大魏的列祖列宗 万万不可呀陛下 为何 这件事情要是让人们知道了 必然会嘲笑柔然 嘲笑安乐公主 可是当他们嘲笑完之后 人们就会想 威震天下的陛下宁 竟然被柔然的一个小小公主 耍得团团转 皇爷 可不能让我们大魏成为天下人的孝命 那当然 要不 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还是 该嫁的嫁 该娶的娶 不行 父皇 儿臣已经知道安乐公主有心上人 为此不惜装死私奔 儿臣怎么能取这样的人为妻 难道 我们大魏的脸都不要了吗 不错 我们不可以被他们这样羞辱的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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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真的舍得将女儿嫁到那边去受苦吗 安乐公主有句话说得很对 双方的和平 为何一定要牺牲我们女儿家的终身幸福来实现呢 父皇 求求你 不要把我嫁到那边去 父皇 皇爷请三思 如此联姻没有任何意义 柔然如今无力难犯 可是万一将来兵强马壮之时呢 他们还会顾及这份殷亲吗 所以请皇爷爷 不要将小姑姑的终身幸福 弃生得毫无意义 我不要嫁过去 父皇 陛下 既然双方公主都不愿意和亲 陛下 陛下何不就把九公主留在身边 以享天伦 父皇 不要叫 父皇 父皇 谢父皇 oss 录下 朋友 他 输入今天 老师 我们 któ 美 我们 了 我们 安勒谢谢姐姐的救命之恩 这次如果不是姐姐的话 安勒肯定要找了那个李长如的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故意行事张扬到底是想干什么 总之你要再敢伤害卫央 凶怪我不够兄妹之情 我只是想跟我心爱的人在一起 我有什么错 敏德 卫央 卫央 来 慢点 来 先坐下 来 慢点 慢点 你怎么来了 我这次过来是想要告诉你们 我怀疑李长如会对安勒公主不利 你胡说什么 安勒 闭嘴 请听伟阳说 二弟 之前我拜托你的事情 现在怎么样了 我照你的要求 调查了白纸死那天出入宫的记录 李长如确实进过宫 按照他出入宫的时辰来看 他的确有谋害白纸的可能 那个娇娇窃窃窃窃 温温柔柔的李长如 他怎么可能是杀害白纸的凶手呢 我又何尝愿意相信呢 我一直把他当作妹妹来看待 可是这段时间 诸多事实都摆在面前 让我不得不相信 不仅如此 我还发现 有内侍一直在鬼鬼祟祟地监视着安勒公主 所以我担心 李长如下一个目标将会是你 可是 可是我跟他无冤无仇 也不是无冤无仇啊 我听说 如果不是联姻这件事 李长如也是南安王妃的人选之一呢 所以我怀疑 是李长如故意安排 让公主来误会我 你的意思是 他想借我的手 除掉你 之前安勒公主 与我争执的事情 早已经不是秘密 如果现在你忽然又出现了意外 那势必 我就会有最大的嫌疑 到那时 安勒公主死了 你也因此而丧命 一剑双雕 凭她的手段 要想再当上南安王妃 简直是轻而易举 这个人的心思 未免也太可怕了 现在记忆有所察觉 我们大家就小心应对 只是 常如曾是我在李府最亲的妹妹 真希望这一切 只是我的胡思乱想 依照李长如的性格 她一定还会有下一步的动作 所以还要麻烦二弟 这段时间 一定要暗中保护好安勒公主 以防她遭遇不曾 走 快 这次啊总算是有惊无险 我说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要是稍有差错 恐怕安勒公主就没命了 只要能缓解和亲危机 安勒愿意冒险 雷扬 以后千万不要再跟着他们 做这种冒险的事了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这几天你也累了 回去好好休息吧 嗯 小姑姑 嗯 我先走一步了 嗯 王秀 我可以到处站站吗 去吧 那我先走了 小心点啊 嗯 刚才我就一直想问了 怎么 你们和好了吗 你不怪她了 一直都是我在误会她 其实她一直都在暗中保护我 她也有她自己的苦衷 我 就说 她不可能对你这么无情无义 原来真的是误会 总之 看到你们俩和好 我也就开心了 如今 很多事情都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巫夷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那么客气干什么 如果真的要说感谢的话 我还得感谢你们呢 若不是你们一直在帮我 我都没有办法证实 李长如的真面目 本以为 这次能让人家 让李长如自施其果 没想到 她竟然跟皇兄有 这样都能让她捡回一条命 真是不甘心 一直以来 我都对她那么信任 可是没有想到 对她的信任 竟然害死了白纸 还害死了这么多无辜的生命 薇英 你也别太难过了 还有 我觉得她这次 不会善罢甘休的 皇上虽然说 这次处置了她 但是 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 再加上 这个女人 诡计多端 薇英 你以后得小心啊 我已经认清了她的真面目 所以不会再给她机会 去伤害任何人了 薇英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好像被什么东西遮了一下 你还没输了 我不是得很难得 我就是上师父的 那我说 你让我买劲了 我这个买劲了 你这个买劲了 我去买劲了 你不想到 你自己去买劲了 我去买劲了 我去买劲了 你不想到 你就是了 你不想到 封侯的暗期了 你不要轻举妄动 牛阵兵被托 本就是大魏的军事机密 我怎么可能轻易拿到 我需要时间 王子不是没有时间 王子的时间 都用在了那个李卫央的身上 属下若不是顾全王子的心意 又怎会在魏帝面前 配合你们演戏 在属下看来 王子根本没打算为我们柔然 偷取六阵兵被防守图 不错 我不想 六阵本就是大魏 防范柔然的军事重阵 一旦被破 柔然就会挥军直下 到那个时候 对大魏百姓来说 就是一场浩劫 王子是柔然人 不是卫人 是你们把我扔在这儿的 是你们让卫人把我养大 到现在 你又对我说 我不是卫人 你们为什么要回来找我 为什么 要逼我伤害养育我的人 可汗是有打算的 可汗 一直想让王子登上王位 只要王子能够拿回 六阵兵被图 就能立下大功 得到大臣们的支持 王子 可汗的一番苦心 你怎么就不能明白呢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柔然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那些处处防范我的兄弟 更没有把我当作亲人 如果可以 我宁愿永远留在大魏 留在关心我的人身边 说来说去 王子还是为了那个李维阳 若是王子真心为李维阳好 那就听从可汗的命令 拿回六阵兵被图 否则 等待王子的 只会是李维阳的尸体 你想造反吗 属下愿为王子献出生命 但可汗的严命 属下也会绝无条件的 必须服从 王子可以让李维阳防卫我们 但是你们防得了一时 又防得了一世吗 王子也可以将这件事情 告诉给魏帝 魏帝以借口 让魏人的铁骑 践踏我柔然的草原 属杀我柔然的百姓 王子 殿杀我 殿杀我 �生 圣上口谕 姑娘生产之前就暂住此处 一切随姑娘喜好 可自由出路 但不能出宫门 姑娘若再生是非 圣上得知定不清明 一切还望姑娘好自为之 谢圣上隆恩 那咱家 就先不打扰姑娘休息了 小姐 现在该怎么办 看皇上的意思 好像是不打算给小姐名分了 那小姐这么多年的努力 岂不是白费了 事在人们 如今我有孕在身 将来的事 尚可徐徐徒迟 小姐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睡啊 小姐 现在就开始做小孩子的衣服了 我虽然怀着孩子 可是在旁人看来 那不过是腹中多了几两肉而已 我还要让他们 尤其是南安王 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衣物 感受到这个孩子的存在 小姐 他到现在都没有来看过我 只要这样下去 他会把我忘了 把这个孩子也忘了 小姐 您别胡思乱想了 南安王也许只是公务繁忙 忙到连封信 连句话都没有吗 蓉儿 我要你去办件事 把这些衣物交给南安王 他看到了 自然会明白我的意思 嗯 嗯 还 são 一 没见到吗 见到了 他说什么了 他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说 那他有什么反应 是血还是怒 都没有 他只是看了一眼就走了 看来他真的把我给忘了 殿下呢 他还没来吗 殿下不会来的 殿下让我转告李小姐 安心养胎 生下腹中婴儿 则可相安无事 如若再生时 休怪殿下不念旧情 他可以不念旧情 难道连骨肉亲情也不念 呢 他就和安心养胎儿 好 天哪 你不想进去 还小姿 儿子 你们 真不想 那我们也不念旨 赶紧 你也出去吧 是 小姐 李卫英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想怎么样